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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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民都懂得仁爱 那这个社会也就很和谐了 最下的是让人民不做坏事 他对这个道德能力 这个不是很明了 但是守规矩 不做坏事 那么让人民通晓天地人士的大道 靠的是领导者的德行 领导者有德行 人民就能够通晓天地人士这个大道的境界 那么让人民懂得仁爱之心靠的是领导者的道义 这个领导者有道义 做事都是行道义 那这个人民他就懂得做人要有仁爱之心 那么这个是其次的 那么让人民不做坏事 靠的是领导者施行法令 这个是第三了 最下面的 就是现在我们讲法律 所谓法令 就是有功必赏 有罪必法 这是第三个 那么这三个原则呢 是治理天下的手段 奉持这三则 想成就王业 就能成就王业 想成就霸业 就能成就霸业 想国家强盛 就能强盛 这就要看这个金主的志向了 那么他的志向啊 这个在这三方面 都做得啊 很好 那么这个国家呢 就兴旺了 好 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花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